感觉已经好久都没看见霍赵玉颖了,那么他就到半年来,都在忙些什么呢? 之前被网友拍到和冯绍峰一同出流之后,很多网友才意味深长的笑道,原来是忙着谈恋爱去了呀,不过这两名当事人,对于自己的恋情,都没有给网友一个明确的说法,所以至今两人的恋情也是个迷,不过近日就更夸张了,由网友拍到了赵丽颖和冯绍峰,一同去医院运检了照片,由网友甚至大胆猜测, 两人是否已经在未被运作准备了,虽然消息没有被证实,但是小编认为这事多半也是十有八九的,因为一般情况下,农村姑娘在富二代面前,几乎是毫无还手之力,众所周知,赵丽颖出身农村,家境和学历在娱乐圈,都属于最低级的那样一个范围,而冯绍峰呢?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,他的父亲是国内的一个石油大亨,非常的有钱,而且冯绍峰的前女友,在娱乐圈也是多的数不胜数,冯绍峰的花心,在某种程度上,小编认为甚至不输给王思聪,如此一个花虫老手, 要追到赵丽颖这样的一个女孩,其实就是一如反常的事情,虽然如今的赵丽颖在娱乐圈的人气不低,但是我想,加入豪门对于她而言,可能才是最好的选择吧?